九月的山南秋高气爽 空气中弥漫着青柯的香味 泽提尔非以纺织如一条洁白的哈达 串联起灿若星河的中华传统文化记忆 穿越千年在新时代重现新资 公元641年 唐朝文成公主将汉民族先进的纺织工艺带入西藏 后融入藏族传统普鲁纺织技术 形成独居特色的泽提尔纺织记忆 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中国纺织非以推广大使 西藏自治区籍非以传承人巴桑介绍 泽提尔是山南市泽当镇独有的绒毛滑稽纺织产品 是纺织类的高盐面料 泽提尔纺织技艺因工艺复杂生产难度大等原因 曾一度瀕临灭绝 2008年巴桑组织七名农民成立了乃东区民族滑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 对泽提尔的原材料 染色 纺织等工艺进行深度挖掘和创新改进 让这一股老记忆起死回生 合作社坐落于山南市经济开发区 是集设计生产 加工销售 工艺传承 帮扶助困于一体的精准扶贫产业基地 2016年 山南市乃东区将合作社纳入13五精准扶贫产业项目 整合各类资金2552万元 企业自筹298万元 兴建厂区扩大规模拓展销售 2020年 合作社总产值达860万元 实现利润241万元 稳定就业132人 人均增收3.2万元 同时带动周边400余人就近就业 泽蒂尔也于2021年5月 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来 合作社以泽蒂尔为商标 积极创新发展 拓展合作渠道 让泽蒂尔产品登上更大的舞台 近日 由泽蒂尔面料主打的雅鲁藏布 现代藏装服饰秀 登上2021亚龙文化旅游节的舞台 这也是该系列服饰在西藏的首次发布 70多套服饰及配饰 从多角度阐述了山南市服饰的深刻内涵 成为该式纺织非仪创造性转换 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次源起 巴桑感言 泽蒂尔纺织技艺在西藏发展与传承 是内地先进的纺织工艺与藏民族传统普鲁纺织技术相融合的精品 产品将民族特色和时尚元素相融合 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非仪文化焕发生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